這是小款它背起來在我身上的樣子 然後看背面 是這種完全非常素牙的設計 非常的簡單 這個是側背的感覺 我覺得側背起來也非常OK 那Medium Size我覺得其實不會 我以為它背起來會很大 其實還好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然後背起來也很OK 我覺得不會看起來過大 很突兀那一種 那我們來實測一下 這兩個包包的容量差別 那我們先從Medium Size開始 首先呢先放書本 本書兩本書 然後再iPad 然後其實還有蠻多空間的 對這個容量是不是還超大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實測 這個 Small Size 那我覺得它放書還可以 會稍嫌勉強一點 對就是這樣寫的放 還是OK的 對 但是如果要放到我剛剛那麼大的iPad的話 就可能不太行 就是這樣 有沒有很棒 非常perfect的一款 今天的影片內容到這邊 然後希望影片內容 對大家來講是實用的 然後以後你們在選擇包包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靈感或方向 請來看一下 HE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